当时这名女贼三天两头就像这样 一直跑派出所跟远警借钱 但这次又上门了 不过警方开口就这么说 女贼先是愣了一下 接着开始装傻 装傻也没用 因为她被远警发现 几天前有个卖场手机的窃案 下手偷手机的就是这个女窃贼 当时她占手机主任在趴睡的时候 竟然直接偷走正在充电的手机 还马上转卖出去 获利五百元 接着转身就要往外面跑 想要离开我们派出所 那我们通人马上就追出去 而且警方这么快认出女贼 全是因为她的打扮太醒目了 挂着大耳环和大手环 还有闪亮亮的皮带 自称刚出狱身无分文 三不五时就跑来派出所 跟远警戒一百或是五百元 这个多种理由 要跟同人来借钱 那事实上同人都并没有给她 偷完手机还来派出所继续借钱 自逃罗网 白口莫辩 记得李孟章 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